世界杯最强国家,经济实力超过英国,却被德国碾压世界杯最强国家,经济实力超过英国,却被德国碾压世界杯,是世界上最高荣誉、最高规格、最高竞技水平、最高知名度的足球比赛,与奥运会并称为全球体育两大最顶级赛事。 影响力和转播覆盖率,超过奥运会的全球最大体育盛事,2018年世界杯在俄罗斯首都莫斯可举行,北京时间2018年7月16日凌晨,法国对德2018世界杯冠军,由此可得,法国是位目前世界杯最强国家,而此次,我们借世界杯东风,主要从经济和旅游两个方面,深入了解世界杯冠军得主法国。 众所周知,当下社会以经济发展为主要目标,经济实力,也是衡量国家综合实力的重要指标之一,法国虽为世界杯最强国家,但其经济实力,却距离世界之最甚远。 截至目前,法国以25748.1亿美元的GDP总量,畏惧世界第五,这样的经济水平虽不是世界之最,但仍让大部分国家羡慕至极。 就拿英国来说,英国是一个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,号称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,其国民拥有较高的生活水平和良好的社会保障制度。 英国,现作为英联邦元首国,八国集团成员国,北约创始会员国,其GDP总量为25650.5亿美元,低于法国97.6亿美元。 在众人心中,英法两国是欧洲老牌强国,也是知名度最高的两个国家,其实,还有部分强国被忽略,这其中就包括德国,德国是高度发达的国家,也是欧洲四大经济体之一,社会保障制度完善。 国民具有极高生活水平,由汽车和精密机床,为代表的高端制造业,其GDP总量为36518.7亿美元,要高于法国10770亿美元。 最后,我们从其宁盛古迹出发,顺带了解法国,巴士抵御遗址,曾是一座军事堡垒,兴建支出是用来抵抗英国入侵的,圣母院大教堂,属哥特式建筑形式。 是法兰西岛地区的哥特式教堂群里面,卢浦宫,居世界四大博物馆之首,原是法国的王宫,埃菲尔铁塔,是世界著名建筑,法国文化象征之一,被人爱称为铁娘子。